化点淡妆 化妆也是一种礼貌 在现代社会 尤其在求职面试及社交场合 化妆对于女性来说 并不只是为了强调脸部的优点 掩饰其缺点 而是一种对自己和别人的尊重 是一种礼貌 得体的化妆 可以为你赢得更多的机会 适当化一点淡妆 可以遮盖和弥补 面部的不足和缺陷 淡妆除了可以让布 匀秤和暗淡肤色 变得更有光泽 还会让整个人看起来精神许多 使容貌尽可能完美 增强自信心 学会画个简单的淡妆 每次不过花费五分钟 因根据自己的消费能力 尽可能使用品费能力 尤其是使用频率较高的彩妆用品 比如口红 一是她可以使化妆后的脸 看起来真实自然而生动 二也是为了不损伤皮肤 通常对于大多数大事找工作的女生来说 自然裸妆是最适合的 不必太隆重 自然重气色 最好是看不出化妆的痕迹 所以你只需要打好底 修饰好眉形 涂点唇彩就已经足够了 最好不要用太亮和浅色眼影 口红与桃红 眉红橘色 最为合适 画点淡妆 打点香水 更有女人味 但正确的使用香水 最简单的礼仪就是 不要使用过量 浓郁的香水味 会让周围人感到不适 注意场合 一些重要场合 比如第一次会见大客户 或招聘应聘会时 最好少用或不用香水 避免使用廉价的劣质香水 使用劣质香水 不如不用香水 使用香水时 要注意场合 选用品质好的 不要直接喷到衣服上 应该喷在手腕内侧 耳根 并在衣摆处微微撒一点 柔和轻松的香水 才会让你更有女人味 如果同时使用 其他方香型的化妆品 应当注意香水 应当注意香型的调和 统一 二岁的女生 皮肤细腻光滑 无需过度的化妆和保养 尤其网购 劣质的产品 更加损伤你本身 优质的皮肤 只需适当的 用些护肤品 少玩手机 电脑 保证充足的睡眠 就可以了